圣徒的奸人 这个奸人就是永不妥协 可以继续不断乱自作 持定坚守我们的信仰 来面对各样困难 各样的讨念中间的时候 我们完全没有辩解 直到最后的日子 这个叫做奸人 这种奸人的个性 这种奸人的本质 这种奸人的见证 也就是基督徒 与其他没有永生盼望的人 不同的地方 如果我们所领受的是永远的 那么这世界的日子 多长也不过是暂时的 如果我们所领受的是不变的 这世界多大的灾害 不过是会变的 那我们就用不变来应万变 我们用永恒来对付暂时 我们用了坚守 直到永永远远 神的信实 神的不变 跟神的永恒性 为基督的应许 来建立我们信仰 跟我们生活的根基 所以基督徒的奸人 就成了一个见证 基督的奸人 就成了一个荣耀上帝 很重要的攻击 如果我们的生活 不是奸人的 我们的工作是长辨的 我们的工作是朝秦莫处的 我们的工作是上上下下 不稳定的 那我们就很难 恒常的成了我们的 足心色的见证人 今天有很多的青年人 他一死之中热心都不得了 但一下子下 他完全垮下来 在一次的退休会 清新会里面 他的热度可以高到 比传道的还更热 在一下子遇到一点失败 一点挫折的时候 马上冷落冰伤 为什么呢 因为在奸人的事情上 没有学会功功 在奸人的事情上 没有办法成为上帝的见证人 我们今年已经侍奉几十年的人 我们常常发现 很多的下一代 很多的年轻人 毛病就在这里 这是我们平常所讲的 恒心的问题 而圣经讲的是这个忍耐 是这个坚守 是这个奸人 坚守到底 你们的坚守到底 你们忍耐到底 因为忍耐到底的人 救彼得救 不是说那忍耐的结果 才得到救恩临到你 那是忍耐的结果 使你的救恩 可以成为见证 直到最后一秒钟 将来你们因为知道 你们经过试验之后 就生忍耐 但仍耐也当成功 使你们成全 完备 毫无欠欠 那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 我们在跟随主的道路中间 我们乃是一条 巨细不断前进的路线 所以上帝不但把地位的完全 赐给我们 他还要把生活的成全 也赐给我们 在地位的成全 跟生活的成全中间 就是一个很漫长的路程 而今天我们很喜欢的 就是得到新的地位 那以后就最好 没有什么责任的 而圣经的教训 不是如此 圣经的教训 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我们走的一条漫长的道路 所以不是跑得快 那是跑得好 不是跑得急 那是跑到底 所以这样的在终极性 最后的一秒钟的成全 那是上帝的荣耀 也是我们在神面前 真正的喜乐